练习这个技术的时候 希望大家把板型打开 撞击多一点 这样容易建立手感 而且速度快 容易以后变出发力的感觉 首先要做的就是看见球 要有充分的向后引拍的动作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 把龙向后方引拍的时候 他的手指手腕控制自己的拍形 有一个手腕内收的动作 一般人可能会交替的比较多 就是正手和反手 他们一般握板的话可能不太一样 特别是偏正手的人 可能正反手交换的更大 可能相对来说我可能相对换的不是很大 但也会有一点 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微调一下 微调的时候就手掌可能会自然的这种会放松 然后自然这种再一握的时候 可能就是到那个习惯那个位置上 也没有特别的位置吧 可能每个人打球都有这种习惯 可能一拉完可能会放松一下 再一拿可能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到到那个位置上 从反手到正手可能会有一点微调 正手到反手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顺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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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马龙的正反手摆速技术 马龙正反手的动作做得非常完整 每个动作都交代得非常干净 从侧面看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马龙在打完反手之后 他的左脚有一个在地上小垫一下的 这其实就已经是他准备采用 并步跨道正手进行正手 供求了一个步法雏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